哈喽,前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CVC上的恐怖游戏 《逃生2》 一款相信大家早已熟知的第一人称生存恐怖游戏 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位摄影师 和妻子一起来到亚利桑那州的沙漠 调查那里频发的孕妇被杀案 一场飞机失事让主角和妻子走散了 为了寻找妻子,主角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游戏最具特色的就是其你追我跑的玩法 主角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武渣 我们唯一的武器只有手中的那台DV 当你遇到各种充满恐惧、身临其境的追逐战时 你唯一能做的只有逃跑和躲藏 而在一片漆黑中 摄像机的电量也将作为主角最后的生命线 我们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电池来维持夜视仪的电量 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前方的路 这种生存和恐惧兼并的挑战绝对能让你真正爽到 《逃生2》最恐怖的点也就在于此 反抗是不可能反抗的 只能拍拍vlog、录点生活记录这样子 其实《逃生1》也是一款不错的作品 同样也登陆了Switch平台 恐怖程度甚至超过了《逃生2》 但是只有《逃生2》有中文 所以更推荐《逃生2》 游戏墨西哥服126 不急着玩的朋友也可以等等打折 毕竟《逃生2》也曾有过实际25块的好价格 《小小噩梦》 一款横板过关类的恐怖游戏 如果说前面的《逃生2》是纯粹意义上的恐怖 那么《小小噩梦》就更像是一场恐怖氛围下的受苦之旅 我们将作为一个手无腹肌之力 穿着黄色鱼的小女孩 小六 在这个巨大的游轮中进行各种探索 逃脱恐怖怪物的追逐 寻找生存的一线生机 在游戏精致的3D画风下 融合了一定的潜入和解谜元素 小六仿佛是这个黑暗世界里最后的一抹光亮 把玩家带入到这个猎奇的童年噩梦中 如果你有点晕3D 如果你喜欢这种相对清淡的恐怖氛围 《小小噩梦》绝对是一款值得一试的小品级作品 游戏知识中文 每幅29.99到 在游戏稍慢的读盘速度下 还是建议打折后再绝对事故入手 相比于《逃生》里各种追逐喜马所带来的恐惧感 接下来这款层层恐惧 走的则是解密玩法下的心理恐怖路线 马家将会置身于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宅邸 在那里深入探索一位画家癫狂的内心 揭开引热在画家脑海中的幻影 恐惧和种种战力的真相 完成它长久以来竭力想创作的杰作 《索兰恐惧》有着别出心裁的设计 它将迷宫的房间 五指星的走廊和噩梦下的恐怖氛围结合在一起 你需要通过阅读各种纸条的信息 拼凑出整个故事的全貌 或许正因为这种重体验 请游戏性的风格 当然也被不少玩家称作开门模拟器 总之啊 《索兰恐惧》并不是那种 一味充斥着惊吓的猛药 游戏更多的是通过 基于艺术和画作的沉淀下 所传达出一种氛围 恐怕这也是这款游戏最大的亮点 由于支持日剧中文 日付130块 喜欢心理恐惧的朋友 不容错过 夜回和深夜回 这是日本一在Swiss上发行的 夜回系列中文合集 游戏主打夜路探索的动作玩法 以潜伏在夜晚的恐惧为主题 年幼的少女牵着寺养的爱犬 在被夕阳染红的道路上散步 但因为她的意识大意 爱犬发生了意外 不知道跑去哪了 看到拉着空空入夜的散步绳回家的少女 她的姐姐就立刻跑出去寻找爱犬了 这下一次姐姐和狗都不见了 于是孤身一人的少女 不得已也决定出门 但映入眼帘的是和白天完全不同气氛的 漆黑恐怖的城镇 这就是夜回的剧情讲开 而深夜回也有着风格非常接近的故事流程 在少女手电筒的光线之外 其实到处都漂浮着各种孤魂野鬼 玩家能做的也只有逃避了 游戏的恐惧感来自于主角自身的弱小 每种怪物的触发机制也都不相同 这就需要一次次的初剑杀来获取怪物的行为习惯 从而在下一次遇见的时候能够针对性的应对 或是进步前行跑步急走 或是运用道具在地图场景之中进行各种躲避 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少女可爱的画风 实际上游戏到处都充斥着来自于作者的恶意 毕竟可爱和可步之间也只有一字之差 游戏在港区独占中文 这点大家一定注意 紧接着是一款故事设定在韩国校园的生存恐怖冒险游戏 昏迷2 恶毒姐妹 世华高中的学生朴美娜深夜在校园里醒来 她很快意识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这个曾经聊着读书生的校园被莫名的邪恶力量所扭曲 她被看上去像是英语老师的怪物追逐 为了活下去 美娜必须逃离学校 进入周边的警察局 在那里 美娜将遇到更加邪恶的怪物 神秘的陌生人和善恶未知的盟友 在富有张力的韩式画风下 游戏的横漫玩法也非常适合晕三季的恐怖游戏爱好者 游戏支持全域中文 每幅14.99到 异形绝对是影史上足够经典的IP了 而接下来这款异形隔离 在许多设定上也可以被称作太空版的逃生 游戏以诺斯托罗默号事件的15年后为事件线 我们将扮演女主角阿曼达 前往边境空间站展开一场寻母之旅 不得不说啊 异形隔离在AI设计上真的是下足了功夫 在制作组的精心调教下 空间站里潜伏的异形具有着极高的AI设定 这也使得游戏的恐怖感极为真实且沉浸 你需要在异形几乎全程的贴身陪护下 完成各种收集任务 异形经常性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在你的头上 脚下或背后 如果你不慎发出声响 它也会立刻赶来 即便你躲起来没有被抓住 异形在身边穿行的声音也会若隐若现 这种窒息一般的压迫感 或许能让玩家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游戏在Swiss上的优化非常出色 但是没有中文这一点还是挺可惜的 另外 相较于Steam平台史蒂6块钱的价格 125每幅242也着实让钱包有些吃不消 作为爱精少有的满份游戏 MC92分的Inside 相较于恐怖或许更接近惊悚的风格 作为一款横满过关作品 游戏的剧情其实非常隐晦 故事的一开始可以看到小男孩 在一个灰暗的世界中拼命奔跑 在这个世界里 所有的人似乎都失去了自我行动的意识 像木偶一样机械地工作 不得不说 这个展开带着几分反乌托邦的意味 其实游戏的流程 整理来说确实算不上多么恐怖 不过游戏中断那个女水鬼持续的追逐战 在当年还是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压迫感 总之 这是一款最近的Swiss游戏榜单 却是不怎么提到的游戏 但在当年易经发售后 就受到了一致好评 也多次唤醒了很多玩家 对于第九艺术 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概念 游戏占无中文 每副138 因为游戏全程文本量不多 所以没有中文这点 也就狭不掩瑜了 接下来又说到的这款游戏有点特别 榜单里唯一的国产恐怖游戏 《纸人》 患有抑郁症的杨远明 驾车途中遭遇车祸 和女儿走散了 醒来时却发现 置身于一座荒废的清末古宅 为了逃出这里 寻找女儿 却发现这个幽暗阴森的百年古宅 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恐怖真相 作为一款国产游戏 只能充斥着中国风下的恐怖元素 游戏中囊括了鬼打墙 纸钱等广为流传的传统恐怖元素 还可以使用辟邪同镜 金刚爵之类的除妖法器 我们需要通过观察周围环境中的事物 收集信息 来破解各种谜题 而在解谜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面临来自指人的贴身颈椎 主角在面对指人时 并没有任何反击能力 一旦被缠身 就会触发随机的QTE 操作失败 就会立刻死亡 毫无疑问 这个游戏带来的巨大的紧张感 和足够的压迫感 只要你喜欢中国风元素下的恐怖解谜玩法 这款指人就绝对值得一事 游戏支持全域中文 每幅16.99到 《生化危机》系列已经从早年的恐怖风格逐渐向动作设计玩法偏离 虽然7代的恐怖演出也足够犀利 但Switch上《生化危机》7云游戏的体验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着实一般 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恐怖的感觉 更推荐你体验《生化危机》《喜事录》的1和2 无论是鬼传恐怖压抑的气氛 还是时不时出现的锐秋 都让玩家时刻绷紧了神经 而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 Fundu 也让我忍不住后级一凉 虽然2代或许在恐怖感有所降低 但更加完善的突击模式 也让游戏的可玩性大大提升了 如果你喜欢刷刷刷玩法的话 也绝对不容错过 游戏支持全域中文 每幅售价19.99刀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游戏都不够恐怖 那么不妨可以试一下 这款老人第一方的恐怖游戏 《路易记》将L3 游戏有着极其惊悚的鬼谷场景 你将扮演胆小的路易姬 背上你的牺牲器 在这座豪华的莱斯特图价酒店 探索、解谜、战斗 九天的每一层都有着不同的主题风格 绝对是一场惊悚的鬼谷冒险 游戏支持全域中文 实体约318 好的 那么这就是思维市场 值得推荐的十款恐怖游戏了 挺可惜的是 有一些同样出色的恐怖游戏并没有入选 一方面是因为在强文字玩法下并没有中文 有的则是在思维市场的体验优化比较一般 那我们今天这期恐怖游戏的推荐视频 到以前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妨给我点个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